由美国中国画学会主办的首届理事作品美中学会展5号在洛杉矶一站美术馆开幕 来自美国各地的画家和艺术爱好者们齐聚一堂共庆一谈盛事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领事王景 圣盖博士长廖清和阿罕布拉副市长沈石康 美国中国画学会会长赵建民 美国中国画学会执行会长著名旅美画家洪波等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王景领事指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 中国画是灿烂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画学会本次举办理事作品巡展 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起到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美国中国画学会执行会长洪波表示 旅美画家自上世纪30年代起陆续旅居美国 开始在美国进行中国画的创作和传播 强调以寻根为主的艺术家们接受到西方文化艺术的冲击 他们表现出来的风格于自觉与不自觉间有所转化 但其心底里仍是抱着一个中心课题 即以探索中国画画的民族精神为主要 美国中国画学会会长赵建民表示 美国中国画学会的诞生凝聚了海外华人艺术家的心血 最大程度的团结了旅美画家 推动了学术交流和深入创作 本次美国洛杉矶驿驿站美术馆展出中国画学会旅美画家 部分作品五十余幅 涵盖山水人物花卉 表现出多元化的风格面貌 开幕式上同时举办大型画集 中国画学会美国首届理事中国画作品集签发仪式 第一次大规模征集众多旅美画家的作品修订成绩 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沐小韩洛杉矶报道